Ultramon! Tingo! Yes! 拼装看起來很簡單呢 接下來是Ultramon的手 這是哪個Ultramon呢?好像可以看得出來 原來是TaylorUltramon 那TaylorUltramon的這個作戰姿勢看起來好酷啊 這裡還有奧特曼的發光器 那我們把這個發光器放到TaylorUltramon的身體 這樣子它就可以發光了 大家看他的眼睛發出橙色的光 胸口的彩色計時器是藍光 然後頭上的水晶是綠色的光 那你們喜歡TaylorUltramon嗎? Ultramon! Ove! Ove Origin! 接下來給我們帶來齊齊彈的是這位奧特曼 他是歐布奧特曼的原始形態 他還有一把武器 叫歐布聖劍 讓我們來擺一個帥氣的姿勢 那你們覺得這個姿勢怎麼樣呢? 讓我們來看一下 歐布奧特曼給我們帶來的藍色奇趣蛋裡面 會有什麼驚喜玩具呢? 這裡面好像也是一個組裝的玩具 這是一個藍色形態的奧特曼 我好像知道是哪一個奧特曼了 那你們猜到了嗎? 讓我們一起來把它組裝一下 再把奧特曼的手部組裝上 最後是奧特曼的頭部 那你們猜到了嗎? 是高斯奧特曼 高斯奧特曼是一個非常慈祥的奧特曼 這是高斯奧特曼的發光器 讓我們來看一下 高斯奧特曼的眼睛還有彩色計時器 發出了不同顏色的光 那你們喜歡高斯奧特曼嗎? 接下來是捷特曼給我們帶來黃色的奇趣蛋 這是捷特曼的哪一個形態呢? 你們知道嗎? 讓我們來看一下 他給我們帶來的奇趣蛋裡面會有什麼? 這好像是一個奧特曼膠囊 這是哪個奧特曼呢? 看起來好厲害的樣子 他發出的是白色的光 讓我們來聽一下 這位奧特曼的登場音效 這位奧特曼叫烏魯托拉曼 Legend 那是雷杰多奧特曼 他是神秘四奧之一呢 最後給我們帶來奇趣蛋的是一位怪獸 那這個怪獸和貝利亞長得好像啊 你們知道這是貝利亞的哪一個形態嗎? 他給我們帶來了兩個奇趣蛋 首先是綠色的這一個 這裡面是一個黑色的怪獸膠囊 原來是宇宙忍者巴坦星人 讓我們用怪獸膠囊來造喊他 出現了 巴坦星人的經典笑聲 那你們知道 巴坦星人有一項特別厲害的技能是什麼嗎? 最後還有這個粉紅色的奇趣蛋 這裡面也是一個黑色的怪獸膠囊 這好像是一個奧特曼 可是他明明是怪獸膠囊啊 讓我們來召喚一下他 出現了 那這個怪獸叫什麼名字你們知道嗎? 在這裡給大家一點提示 他和迪迦奧特曼有很大的關係哦 貝利亞用他的兩個怪獸膠囊 召喚出了兩隻怪獸 這下子他又可以去攻擊奧特曼了 那今天四位奧特曼給大家帶來的奇趣蛋 你們最喜歡哪一個呢? 我們以後會給大家帶來更多的奧特曼奇趣蛋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